- 柯文哲所有做的一切事情,全部是在做熱身,熱身當然就是想要做,那現在看最後什麼時間點做決定,那為什麼要講到旺董呢,因為過去這幾年,他是最支持柯文哲的,那個新聞照三餐,那現在旺董有心歡樂, - 有心歡樂- 就韓國瑜嘛,所以二個四小時都韓國瑜嘛,其實很多朋友大家都在過年的時候都看電視都會知道那個新聞怎麼播的嘛,對柯文哲來講,他現在到底是他的高峰,還是箭頭要往下也是一樣的問題,所以你在看這個過程當中就是,蔡英文會決定柯文哲的很多事情,哪怕是競爭關係都會出現, 這樣子,好,那柯文哲這時候就有一個麻煩,就是你想歸想,準備歸準備,最後要不要做決定,就是看那個箭頭,其實他跟朱立倫是一樣的 - 也是往下- 至少我沒有看到往上,那一月的時候確定是往下- 我跟你說小英他是往上喔- 那二月的柯文哲,沒有掉啦,嚴格講來講沒有掉,就是一點點沒什麼好壞 那,所以對柯文哲,我們在看柯文哲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他就有很多奇怪的狀況,這個奇怪的狀況,包括說 他前面講的這個碳飯經濟學,然後被韓國瑜講這個,喝了成年老醋 因為你看他做那個碰的動作,然後佩琪,我本來想要佩琪,佩琪不是一個很可愛的那個英國的那個卡通豬嗎 好,那佩琪應該是很可愛的,那佩琪怎麼去講李嘉,這個很怪你知道 因為兩個市長夫人照道理,應該是不相干的 對,打不到一塊的 這個,這個是有觸味嗎?那你看韓國瑜對柯的態度很一致 就是四兩波千金,不口出二眼 而且兩個人不見面耶 是啊,就是散嘛 本來是要見面的呢,那就是散嘛 現在也不見面了呢 那你就回過來還是回到那件事情,就是說 所以兩個已經形成競爭關係了呢 還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你可以從這些身體上的小動作 甚至有時候看小動作很好玩 對,所以你就看未來變化 但是所有事情還是回到一件事情 蔡英文如果能夠快速的把自己拉到一個比例的話 事情會越單純 那那個事情的判斷就是 那你覺得蔡英文有沒有上來? 他需要有更大的爆發率 這個爆發率必須要讓老百姓覺得對未來更有希望 韓國瑜能夠起來簡單一句話 就覺得這三年太悶了 要變,就是要變 柯文哲的崛起一樣也是要變 那你覺得柯文哲到底會不會選總統? 柯文哲 還沒有決定嗎? 你維持現在這個狀況他就選了 維持現在這個狀況 蔡英文如果維持現在這個狀況當然就選了 對,不用考慮 那柯文哲如果可以變好 柯文哲的麻煩比較大 那柯文哲的問題就會又牽動到韓國瑜 對朱立倫或對王敬平都有利 所以 在談這一切的時候 其實是最後才要看蔡英文 蔡英文本身 他把他拉了越高 決定柯文哲的命運 對,這就是連鎖 他不是PK傘 可是蔡英文拉起來的時候呢 最後的結果呢 反而會變成... 柯文哲當鞋酸爆 不急啦 這個事情他一定還在... 他一定不急 動作那麼多 他現在宣布就結束了 對,因為本來他就說六月 記不記得他講說他六月 現在不是喔 現在週刊說是九月 因為他的狀況比較不一樣 因為柯文哲的連署也是運動的一種 他跟韓國不一樣 韓國瑜不管怎麼樣 有王金平的人情 有一個程序上 還有一個... 對韓國瑜講 跟柯文哲一樣 都有一個麻煩 對柯文哲麻煩比較小一點 就是說你...如果你九月或幾月 你參選總統 那一定會問吧 民進黨的市議員至少會問 那你要不要辭市長 辭市長不是重要 重要是什麼 你辭市長之後 要派代理 民進黨還是中央 中央政法還是民進黨 那變成民進黨派... 派代理市長 因為不用補選 那你如果...你如果不辭市長 你很容易被藍綠批評 夾瓦來看瓦瓦 那就要看你的民意制度要多高 他如果會宣布 表示蔡英文沒起來 那同樣的東西 也適用在韓國瑜身上 但韓國瑜這一點的話 比柯文哲更辛苦 就是說 他等於是做半年 或者是幾個月之後 就要被問 你要選總統 國民黨要徵召你 他一定是徵召才會出來的 那你要不要辭市長 你不辭市長 一樣 民進黨的高中市議會 一定要質詢市長 天經地義 那你又要被質詢 你又要去搞總統大選 這個遊戲怎麼玩 還有 你如果辭任 馬上要進行補選 然後還有代理的問題 所以當然這個不是第一因素 第一因素 是國民黨想贏的 那個企圖心很強 才會建立韓國瑜的那個熱情 對 可是還是回到一句話 就是 嗯 好啦 這樣 這講 我用兩個形容詞 兩個 兩個言語 好聽的叫做情人 嚴禹除西斯 就是韓流嘛 韓國瑜的現象 比較不好聽一點 叫什麼 當兵當三年 母豬變貂產 什麼意思 因為你太悶了 所以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不一樣的 你都喜歡 哦 蔡以銘現在跟柯文哲 已經疏遠了 還有聯絡 還是可以吃飯 吃飯的時候 通常還會有第三者在場 什麼意思 就是都會有拉朋友在中間 嗯 那所以蔡以銘 或者中時報 才會在一月底的時候 寫那篇 那篇社論 叫柯文哲 回來回來 回來 回到兩岸一眾 好